那么其实在说到就是艳朵补选的这件事情 其实这件事情包括在野党的穆罕默哈山 然后他以四千多的多数票 绝对的多数票赢了这场补选 其中有他个人的一些影响因素存在了 那么另外一方面其实也给希望联盟一种启示 那么这种启示包括三点 如果是这三点未来希望联盟不能够改善的话 那么也许在下一届大选可能会面临一些困难 那三点呢就是第一点包括希望联盟的竞选宣言的是否能够兑现 那么第二点呢是经济就民众面对的经济压力是否能够改善 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种族和宗教政治论述是不是清晰 这三点那蔡先生您是怎么看的 我想当然这这个是其实不管是今天也好 还是在这个509之前也好 这个还是都是同样的这个挑战 所有的政党呢都要在马来西亚现有的这种环境底下呢 要怎么样克服这一些问题 我想呢首先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呢 只要这个三个执政党呢 现在的这四个执政党呢可以继续维护 维持一种合作无间的关系呢 目前来上我不担忧说我们会失去下一次选中选的机会 当然这不表示我们不应该努力来去兑现所谓我们的竞选宪员 但是首先我们要觉得要知道的就是任何竞选宪员是所有民众的既大臣 那就是我们每一个民众呢得不同的愿望我们都会把它放进去 在一个还这个首次政党轮替的社会里面 当然这个竞选成为是洋洋大观 什么东西包罗万象 当我们这个进入多次的这种民主竞争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到呢朝野的共识会增加 所以竞选宪员也会越来越薄 就是大家都在建立共识 那么在选举之前呢 老实说呢大部分选民呢选我们的时候是没有看竞选宪员 没有人是因为这个我们答应过这回事 或者是我们的竞选里面有提到这些而支持我们 主要大家要看的就是接触这个贪污腐败的政权 对但是现在希望联盟上台之后 民众好像似乎这种期望更高了 他们又要看竞选宪员了 这个其实不正确 因为是这样 其实当我们写一个宪员的时候呢 它每一个宪员它都有冲突点 那么到底谁的宪员呢重要 所以我想我们举一个例子 废除大道对城市的选民是很重要 但是它利益受损的是乡下的选民 因为他们所交的入税呢 要用来还给这个大道公司 来收买回这个收购回大道 但是也因为这样呢 可能乡村的这个道路的维修会减少 因为这个是受互相影响 因为资源有限嘛 对不对 那么还有一些东西呢 有一些社群希望看到 我们在这个族群的这个关系上呢 做出更多的开放包容 也有很多选民呢 其实只是希望我们保持现状 就是只是唯一的就是 飞出贪路就好了 所以这个很不同 那么很多公务员上一届选举选的时候 是希望看到选完之后 他会有更好的待遇 会增加他们的收入 起薪水 那么有另外一组人投我们票 是因为他觉得公务员太大了 要缩险 那么两个都在我们宣言里面 那么我们要在这两组冲突底下 怎么样拿捏 选求一个平衡点 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 如果我们是很刻板的 去所谓去释迁 这个宣言的每一个条文 而没有找出这个平衡点呢 其实这个政权呢 可能完全不能持续下去 对 就是所说的 那么我用回这个例子 如果我们现在要收购回所有的大道 他需要一个很庞大的资金 最终他要造成的就是我们要减少医药的开销啦 我们要减少交易的开支啦 我们要减少这些现在我们给的种种的福利啊 单亲妈妈啦 渔民啦 农民啊 等等 那么拿几亿的这个资金呢 去还给这个大道公司 让他们把大道交回来给我们用免费的道路 所以这一个呢 可能会顾此色彼 那么最终呢 受到的大家可能有一些更大的部门 另外来说呢 我们就想再回来 以公务员来说 公务员很正同我们要非除贪污 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以新加坡为例 要非除贪污的宪界 其中一个宪界条件 就是要改善 他们的性质问题 他们的性质 所以以现在国家的触景来说呢 我们如果 比如说我们说现在公务员都起心 起不要说 不要说一倍啦 我们就是说起他20%呢 我觉得可能公众也承受不了 可能公众也会觉得 我们这个是会做会 也会令我们失去政权 所以我想呢 这个怎么样实行呢 我们必须要找出 它的这个比较适应 比较适合于现期的平衡点 而且呢 要按部就班的去执行它 对 那除了这个问题 其实就是还有这个族群问题 那么现在希望 族群的问题 连回到来 就是也回到来 这也是不同的 不同的要求 某一些族群呢 会要求 会要求对另外一个 另外一种言论 做出管制 那么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平衡 言论自由和管制 就应该平衡言论自由 和种族政治之间的一个平衡 对啊 这一点是 这一点是不容易的 因为我们要阻止人家 发表一些种族性的言论呢 那么肯定的 它就是要限制 它的自由 它的自由 那么如果我们开始 自政的起点呢 已经限制这个 所谓为了要维护社会的 安宁 或者是和谐 而我们开始限制 这些 这些 所谓宗教和种族的言论 那么此一点呢 同一个政权 也会开始限制 一些社会的言论 那么也会进一步呢 去控制 这个政治上的言论 所以我想在这几点呢 很多时候呢 我们要做的 其实是怎么样提高 人民的省觉 多一点保佑性 那么我们也要彼此了解到 这一些言论的起点是什么 到底为什么会产生 有这样的一种 所谓比较极端 或者积极的言论 它一定有起因 对 对 另外一方面就是 刚才我们也说过 就是现在 我们的社会环境 包括 因为现在 巫统和伊斯兰党 他们的论述 政治论述 种族 政治论述 是蛮清晰的 就是巫统是维护 马来人权益的政党 那伊斯兰党是维护宗教 马来人宗教权益的政党 那两个党结合之后呢 对马来人的政治论述 那是很清晰的 我们就是维护马来人的宗教 种族信仰 不受侵犯的一个政党联盟 那这样子的就很清晰 那在希望联盟这方面 好像这种论述 有时候它会出于一个 出于一个矛盾 或者平衡的过程当中 那么本身 其实在国会的最大党 是公正党了 那么是倡导民主 自由 公平 这样子的一种理念的 但是在党内包括某些 也是 因为希望联盟也是存在 种族政党的 包括土团党 它是种族政党 其实这个 这个武统和伊斯兰党清晰 这个其实这个不 一点都不出奇 行动党对于非土族的利益 也是很清晰的 他们行动党也不会觉得 他们会妥协 这个非土族的基本利益 当然作为自政党 不管是行动党 土团党还是公正党 都要平衡不同社群的 这个的要求 那么怎么样达到一个吃重点 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大家都要 要去经过一个过程协商和讨论的 那我想呢 自政的平台就本身就是一个 促进彼此谅解的一个很好的管道 那么 土团党也好 行动党也好 公正党也好 公正党的内部也好 公正党的外面也好 大家都要借这个机会呢 心平静和地做下来 那么我们要打造一个怎么样的社会 我想呢 这个是一个新的开始 那么当然我们不可能说 一年半载里面呢 要改造整个社会 这个是马上可以达到的 除非我们用这种 我们叫Quick Fix 就是用权力来镇压 所有不和谐的声音 但是这个不是我们所希望见到的 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个 这个是一个起点 那么它的重点呢 是一个大家都可以达到共荣 共利 互相互惠的社会 我想 人民呢 不能期望 有这种奇迹出现 那么也希望说 我们一个新马来西亚的第一年呢 种族言论会消失 伊斯兰党和 和这个 这个 武统呢 之所以 会走这样的路线 是因为它有市场 对啊 对啊 如果它没有市场的话呢 这个声音自然会消失 对啊 伊斯兰党或者是武统也会转型 目前我们应该做的就是 在民间建立互相的谅解 所以我讲起来当然是 好像说 这个什么 但是我觉得政治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很多时候必须要通过人民之间的民间的一些活动和这个什么努力呢 才可以克服的 那么回到来可能很基本的就是 人与人之间多一点关怀 多一点交朋友 多一点认识 有足的这个文化宗教和他们的感受 这个是双向的 这个才是长远的基础 单单只是说 我可以顾打要怎么样分啊 要多少个经济蛋糕要分给谁啊等等 这些只是行政上的一些运作 他没有根本的解决 我们这个人民之间的那种社会矛盾 或者是成见 我想呢 这个回到来呢 跟我之前讲的 我们就之所以 所以能成功 之所以 新盟能上台 是一种社会的行决 社会觉得 我们要一个新的 新的政府 我们要这么长轮替 所以才会发生到这个海啸 才会有509的海啸 那么 接下来呢 我们要看到一个和谐的社会 这个整个社会必须要动员起来 那么 就是说到 说到这个 这个 种族政治论述的问题 就是 其实现在部分的 这个政党 包括土团党 已经在 就是做一些 土住经济父权的一些大会之类的 我想这个也是一个错误的看法 这个 因为 我们要提的是解决问题 我觉得 当华裔开 每一天都在做 只有华人的活动的时候呢 马来族群没有治愈过 什么华商大会 华商大会 中马 会议 这种种的会议 马来人从来不会觉得 哇 你们是不是 华人全部夹在一起来 来威胁我们 没有这种感觉 那么 土族的 从商的人 或者是在经济上的活动 他们有特定的问题 他们有需要 基在一起 讨论怎么样去面对 这种的挑战 尤其是全球化的挑战 如果我们看这个 土族 这个土族经济大会里面 谈到的就是 今天的土族 不能永远靠做政府的支柱 我们必须要找出路 土族的这个商机 在国际化 我们怎么样学好英语 怎么样去掌握这个机会 这个其实是大家都在谈的 如果我回到华商的会议 大家也是谈这个问题 旧的社会的模式 商团的那种 那种经济 靠做哪一种族群 或者是语系的人 掌控某一种经济行业 这种经济模式已经过时了 我们都是在互相的研讨 我们不能阻止 这个客家部商大会 讨论一下客家人的出境 或者是讨论一下这些问题 我想这些都是很正常的 那么我们应该 抱着一个平常心去对待 这样的不懂的平台 甚至我觉得 我们应该多一点 这些就是民间的互动 多一点 people initiative 就是 那么我们从来不 不会阻止 政府也不会去阻止 这个中华总商会 伸出这个 肝染子 向这个土族经济大会 来搞一个 华无经济对话 怎么样去废除 阿里巴巴这个问题 因为现在政府 其实是要杜绝 这种阿里巴巴的现象 因为这个没有提升土族经商的经验 也没有增加他们参加经济的活动 这个只是一种 一种造成一种寄生性的 的这个经济生态 这个是大家都想想克服的 我相信华商和可能印度人的商人 都有这个 都可以有做出贡献的 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新的马来西亚 那么多一点 在这种 这种自由的空间里面 多一点民间的互动 因为创造这个新的马来西亚 不是只是当权的政党的责任 而是我们全民的义务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也许是很多人也是蛮关心的 就是您认为马哈迪他两年之后 这已经过了一年了 那两年之后会把位置穿给安华吗 或者有业界很多人猜测 他会把位置穿给阿兹米亚里 首先呢 这个 在这个真正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政治的谅解 就是这个understanding 是我们要 当时我们要 要整合所有的在野力量 来打造一个新的马来西亚 开创一个多党轮替的 对这个政治新的制度 新的开端 所以到底敦马和安华之间 他们两者的协议呢 其实这个不是整个运动的主题 整个运动的主题就是改造万代 要促进了这个民主的交替 那政党要政党全力转换等等 那我想人民最主要希望看到的就是 接下来我们有一个有能耐的这个领袖 而且甚至不是一个领袖 而是整个领导班子 我们已经向强人政治 一党的瓦头政治告别了 我们要看到的是一个团队 那么什么时候安华接棒都好呢 我们会看到的是一个团队 这个团队呢 只要敦马还活着 他还有精力的话呢 他只是换一个位置 他还是继续会有贡献的 那么不管是安华三位也好 还是以后安华三位也好呢 我们所做的这个政治的走向 是一个包容性多元性的政治领导 所以这个民间所谈的只是一个个人 可能这种是比较大家在这种政治环境下 比较喜欢谈个人 而不是谈整个制度 我想马尔地医生很明确的了解到呢 土团长他有他的历史的责任 那怎么样结束武统 那他之所以认同要把交棒给安华 或者是安华都好呢 这个就是一种承认说未来是一个多元的 他的单元政治只是为未来更开明的政治开路 只要民间还有一些族群至上的声音 可能土团长还有他生存的价值 那么未来 那我们之前看过他的一些原论和诅咒的 他都说未来就是一个新的马来西亚民族 Banser Malaysia 那么一个新的 当然他当时他讲的这个2020年红颜 可能我们会往后挪一挪 但是总之他的红颜呢 还是看到一个所有马来西亚的 所有的族群呢 都以马来西亚作为这个国家为归一 那么大家都可以在不同的平台上呢 分享这个国家的财富 并且呢为这个国家做出贡献 那就是蔡先生您本身就是 因为您一开始是参加试院 感觉您应该本身的性情来说 应该是一个挺蛮有激情 蛮对于理想蛮有追求 蛮单纯的一个人 应该是这样子的形容吧 太多猫子给我扣上去了 但是您在过后 然后有公正党 然后从事一个政党政治的过程当中 又有 因为政党政治嘛 本身内部它并不是很单纯的 一个系统存在 我想对您来说会有矛盾吗 正合的领域 不管是报社也好 还是媒体啦 还是NGO 或者是政治 都有同样的人事之间的矛盾 那么可能政党把它称为派系 但是在其他的机构里面 私人公司啊 这个文化圈啊 还是这个社会圈呢 里面都有这样的同样的现象存在 那我想呢 人与人之间有不同的利益的冲突 这个是很正常的 那么最主要我们要看到的是 怎么样建立一个机制 来把冲突点呢 降到最低 或者是怎么样去manage这个冲突 让它能成为一种积极的 这个效果 所以很多时候人家说 这个在我们一个好的 这个 好的一种 管理制度底下呢 会把rivalry变成competitiveness 就是怎么样用这种 这种斗争的矛盾呢 把它变成一种积极的作用 把斗争转变成竞争 所以我想呢 这个就是我们大家是要做的 当然我今天讲的时候好像很容易 但是其实呢 这个是要经过很多的 很多的尝试 还有需要到各方面呢 都有这样的这种意识 才会成功 那么我想呢 今天我们还是在一个很早的 很初步的阶段 但是我觉得 一年过后呢 我们回头看过去呢 其实 我们的这个成就是非常大的 这个成就 不是西门的成就 这个是全民的成就 首先我们看到呢 跟历史上许许多多 政权转换的例子来比呢 我们看到马来西亚人民呢 是一个非常成熟 非常有自律 热爱和平的民族 各民族虽然都有 不同的承见 或者是利益上的冲突 大家都会尊重法治精神 来处理问题 各种各样的不满呢 都不输注于暴力 那么这个是很少有的 我们看我们的邻国 都有很多时候都有 都有这些比较负面的现象 就是一个长期已经受到 单狱政权的政权护卷管转变之后呢 这个乱象持续好几年 那么我们过去 回头看过去呢 我们整年来呢 大家都很和平 所以这个我想呢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最大的成就 接下去呢 我们当然也知道 许多东西都为改革 作为了 开启了一点 它的这个起点 当然我们还没有看到它的成就 比如我们国会上的 这种比较公开的辩论 今天可以听到了 记者可以自由去访问 这个部长啊 内阁成员啊 还有这个我们的议员 都也敢讲话了 甚至反对党也懂得 扮演一个很积极的解释 过去他们没有做过的 今天呢 他们变成他们很积极的 去制衡现有的自政党 这个是一个很新的现象 那么这个是很证明的 那么许许多多的这个 其他的问题 当然我们目前还没有 最大的这个 其实我们最大的这个挑战呢 就是希望近期内呢 把经济改善 我们刚刚才看到 有一点点的这个转机 因为我们刚刚执政的时候 才发现到呢 我们这个 这个 这个洞 我们这个 这个 这个财政上的 财务上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失调呢 其实是非常严重的 差不多我们每一个基金 从大帮哈记 到这个军人 退伍军人的 这个福利基金啊 到我们的公基金啊 等等 都亏损的 非常的大比的数量 人民在这个 过去在这种 无知的情况下呢 发现到其实我们 国家面临在财务上的 一个很大的危机 但是经过一年的 经营呢 我们开始看到 这个我们的财务上 比较平衡 那么也在这个 这个时期中呢 我相信政府会在 近期里面推动一些 比较 这个什么 可以分配到 经济蛋糕的一些 计划 项目 包括 我们最近成功谈判 卸减开支 而且本身可以带动 经济的这个 这个冬铁计划 还有许多这个 新的这个 infrastructure的计划 这个 居邻的这个 货流机场 还有我们的这个 盘泊大道等等 我想这个开始会带动一些 经济的 这个 复苏 对对 另外我们也相信呢 在困局中呢 我们的这个生产业 包括这个油中油 也在找出新的 录像 那么 这个我想呢 也会在近期中呢 看到一些改变 当我们的这个 经济开始 回复苏的时候 我很有信心呢 这种种族的冲突 或者是宗教的之间的矛盾呢 会开始降稳 那么 与事情关系 我们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 现在您又是 就是也是工程部的 特别顾问 那么 这份 就是这份工作 就是具体会做些 什么样子的一些事务 其实我主要是在政策上 给 给 这个部长 协助一些 提出一些政策上的改良 那么我们包括呢 我们希望在 这个工程部呢 提高 这个我们 公共措施的 这种 效力 那么 这个我们也会 在整个 整整 整个这个 预算案中呢 减少 这个浪费 那么 这个也令到我们 人民可以享有更 更好的 公共措施 那么 另外呢 我们 这个 工程部长 也希望呢 可以令到 我们的工程的 这个 这个 投标啊 还有建造过程中 更加的透明化 我们在讨论着 怎么样 这个什么 怎么样去 数码化 我们的这个 整个工程 让人民可以更加的 更加的容易的 看到这个整个 实行这个工程的建立 包括 投标呢 都是以公开和数码化的 这个 投标方式 来 来 来取代 过去那种 人质 就是人来选 这个 工程的 这样的一种 旧的制度 所以 这项工作 对于你来说 会不会是挑战 我觉得这个也就是我们 所希望见到的 就是我们 斗争的 真正 所要见到的 不是某某人当首相 或者某某人当部长 还是 谁有机会被委任到 官邻公司里面 最主要的就是 我们希望呢 我们制度 更加的公开 更加的透明化 而且 减少浪费 减少贪污 这个就是我们 斗争的目标 好的 好的 谢谢蔡先生 接受我们的 这个专访 谢谢 对 也希望 也希望 你能够 一路走好 好 谢谢 谢谢您 拜拜 拜拜